在我们的头皮里面 它藏着很多的垃圾和毒素 它们是引起我们的头晕 头痛 脑梗 甚至还有脸上长斑 它们是引起这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头皮里 所藏着的垃圾和毒素 要把它清理掉 怎么清理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指甲去掐头皮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边上往中间 慢慢的往上掐 如果我们掐到特别痛的地方 比如说掐到这个点特别痛 那我们就多掐一会儿 比如说我们就多掐个四下 好 我们继续寻找痛的地方 还有暖的地方 正常来讲我们的头皮是硬的 如果说我们掐到这块地方 特别暖 说明它积累了比较多的垃圾 慢慢掐 从边上灌到中间 地毯式的 一点点的往上 痛的地方 暖的地方 就把它多掐四下 包括我们从后面再往上 尽可能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寸都把它掐扁 这个练习呢 时间不限 你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做 从五分钟 十分钟 半个小时 都是可以的 当你练习了几天 一个星期 半个月以后呢 慢慢的你会发现 痛的地方变少了 头皮变硬了 说明垃圾无数 被清理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